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佛人修行了很长时间 但是烦恼习气依旧 越学越糊涂 为何持几十万变咒都得不到功德利益 学佛学到全身都是病 六个关键详解念佛持咒的正确方式 第一个关键 首先无论我们念什么佛 修什么法义一样 义必须有三个殊胜的摄持 法心殊胜 菩提心 回向殊胜 如理如法地回向法界众生 无缘殊胜 要有有无缘 无执着地修法心 虚生大智慧 有正悟空性智慧的摄持 要站在三轮体空的角度来念诵 这才是圆满 我们的发心 回向 亦有遗鬼 肯定要参照遗鬼如理如法地做 第二个关键 要在生活中修行 现在学佛的人已修偏了 越学越糊涂 越不爱动脑子 越修越懒惰 越不爱做事 总在那边坐着诵经念佛 也不干活 也不运动 过几年 通身意识病 功夫有动功和进功 您现在什么功夫 您现在什么功夫也没有 身体肯定受不了 所以 学佛要有智慧 第三个关键 我们不要只追求数量 还要追求品质 我们可以念得少一些 时间短一些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念得时间太长 您念的时候要从内心里念 若是心里实在太乱 静不下来 您可以放下 起来做个关键别的事 磕头也行 绕佛也行 干家务也行 不要继续念了 很多人嘴里念的是咒 心里想的却是家务 朋友 事业等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样持几十万变咒 不可能得到利益 我们亦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念一句就要有一句的功德 不要追求数量 不要追求速度 这没有任何意义 第四个关键 念佛 念咒的时候要调整好身口意 身口意三门要完全放松 保持自然的状态 身要保持放松 怎么舒服怎么做 口里念诵的时候 声音不要过高或过低 自然出声就行 一也要自然 要如法观想 观不清楚也不要注急 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放逸 这样念佛 持咒才会感应到焦 第五个关键 念佛 念咒 念仪轨的时候 要发自内心的念 边念边观想 很多人念佛 持咒 亦是马马虎虎的 只念词句 不念异异 也不观想 这亦没有效果 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 仪轨的内容里 从开始到结尾 亦不要想其他的 这也是一种禅 口里念的和心里想的 若是不相应 没有什么力量 相应了 才能成就 若是我们真能从心里念 从心里修持 念经也好 念佛也好 持咒也好 念什么 亦是一种享受 所以发自内心的念 发喜充满的念 才有效果 这尤其重要 第六个关键 肯定要有基础的修法 四外加行和五内加行 这些基础的修法非常重要 您没有发出来处理心 菩提心 没有证悟空性 念佛 持咒 亦不能断掉烦恼痛苦 更脱离不了轮回 您有正知正见 才能对付邪之邪见 没有邪之邪见 才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才不造业 不造业才不会感受痛苦 现在很多学佛人 还不能正确地念佛 持咒 修了很长时间 烦恼 习气依旧 没有任何变化 念佛 持咒 要有正确的方式 不能盲修瞎恋 方式错了 不等于虚度光阴 浪费人身 讲严格些 您应当一指上师 接受上师灌顶 正悟五种圆满 在五种圆满的基础上 再通过两个次地 升起次地和圆满次地来持咒 通过两个次地来持咒 修本尊 才能修成 才能有效果 现在很多人 根本不懂五种圆满是什么 根本不懂升起次地 和圆满次地的要义 还持这个咒 持那个咒 这也是不如法的 我们学佛修行 肯定要如理如法 念佛有念佛的方式 持咒有持咒的方式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崇恩 下救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阿弥陀佛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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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